一路人生 二十 生活中平衡便是有度 对于个人来说 量场回归即是重塑平衡 在末日闹剧中的平衡领悟一篇中 谈到过平衡 有人问我 平衡在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呢 思想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的指导价值 领悟平衡使人受益肥浅 例如人际关系 当你任性妄为的时候 会受到别人量场的反噬 因为脾气、性格、尊严这些东西 你有别人也有 所以不要在别人的量场里耍自己的个性 否则侵害的是自己 再比如商业领域 某些老板喜欢说 打垮对手 占领市场 失衡思维 必至偏执行为 此类老板 被平衡反噬的商业案例很多 应切记 经营不仅是胜败之争 更是平衡之数 有人误以为 平衡就是自身强大以后 去平衡别人 摆平一切 这是贪忘心在作祟 是对平衡的取解 平衡首先是对自我 对自身欲望 贪忘的平衡 要注意的是 贪忘并非都表现为自私丑恶 有时贪忘也会看似高尚神圣 例如普度众生或拯救世界 听起来很美 其实也是贪忘 贪忘如同潜伏的病毒 平衡是预防其恶化的良药 平衡不是以强凌弱 而是对体系和客观规律的 尊重与遵循 生活中 平衡便是有度 例如 人们常纠结的善与恶问题 善要有度 否则善无善果 无度的善 已然屈恶 有位中年女士 从年轻时就善 看到社会企儿的报道 肠泪流满面 通过孤儿院 领养了一个缺少爱的孩子 几年来 视如己出 为此和老公意见分歧 甚至不惜离婚 该女士认为 你们怎么连孩子都容不下 孩子已经够可怜了 我要给他温暖 给他母爱 近年 孩子逃课 游戏 并接触 社会不良 应了 此母出逆儿的老话 在一次说教中 孩子 居然以 一记耳光 回敬该女士 也许 大家会说 这位女士 不懂教育 这是个别情况 但 这是生活中的事实 也是缺少平衡思维的 典型例子 孩子不懂平衡 无度的善 助长了孩子的骄纵 如果该女士 能明白 善要有度 否则 善无善果 无度的善 已然趋恶 她的生活 会少些悲剧色彩 恶要有度 否则 恶有恶报 有度的恶 已然向善 虽然我们不愿意 看到恶 但恶是众生界 必然的存在 不会消除 只能控制在 一定平衡模式内 文艺作品 未吸引眼球 常把恶 宣扬到极致 这种宣扬 误导了很多人 甚至 误导了罪犯 恶要有度 讲个小故事 小偷问师傅 您为什么没被抓过 老偷说 在外面偷 给人家流出回家的钱 在饭店偷 给人家流出负账的钱 你想一网打尽 人家能不跟你死磕吗 生活中 恶要有度 否则 恶有恶报 这是对无度的惩罚 对践踏平衡的反噬 通俗点说 别把人欺负狠了 否则 农民会起义 兔子会咬人 有度的恶 已然向善 在 除恶不可能进的众生界 除恶必进 是种无知的狂想 还是让我们多些平衡思维吧 这会给大家一个 更良性 更理性的生活态度 以上是以善与恶为例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例如 人类与自然环境 无度的截取 必定造成环境的失衡 现在 我们正在品尝 失衡的苦果 健康的水 安全的食品 新鲜的空气 这些原本正常的东西 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其他领域的失衡 就不便多谈了 对平衡的无视 是最大的无知 意 让我们学会相处 学会平衡 做事有度 就是平衡思想 在生活中 最朴素的运用 思维少些极端 做事 少些偏执 对平衡的生命 正常的主流 是最大的 相互 是最大的